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方面考虑到基隆的财务能力 那二方面也考虑到基隆河谷的发展 需要一个捷运建设开发基金 因此我们会用这两个方式 让基隆捷运的负担降到原来的水准 那差额的部分用捷运建设基金 和另外中央的这个补助款 跟地方的分担款的比例 也会略为调降 郑文山进一步说明 基隆市政府负担经费调降金额 加上捷运建设开发基金协助 预估基隆市政府分九年编列 每年只要编列两亿元即可 我们减少了包括这个财务分级的 这个部分4.3亿 那减少了路线调整的1.5亿 所以大概减少了5.8亿 那5.8亿再把这个捷运基金 大概30亿出头 我们来成立一个捷运开发基金 那未来的效益 至少现在算就有四几亿 所以将来这个基金可以收支平衡 所以基隆市政府只要 分九年的供期编列 十七亿多一点的预算 大概就可以把这个捷运建起来 我想不会形成基隆市政府太大的负担 这个九年十七亿的预算编列 应该是足以致应 在这个林六昌市长的阶段 就还了不少钱 现在一年平均大概两亿左右的预算 所以我想谢国梁市长跟 这个邱佩林副市长 最关心的是这个能不能够撑得起 没有问题 我们会协助成立捷运基金 那能够减少的预算分担 我们会减少 至于推动启程部分 在今年四月通过环评后 目前基隆捷运综合规划案 已经送到交部 向力拼十月或行政院核定 我们已经请国发会要针对最后一个阶段 我们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处理好了 我们希望今年的十月左右 能够完成综合规划的核定 那中规核定就往前走了 代表基隆市长谢国梁出席的副市长邱佩林 这感谢政副院长和林部长的支持 邱佩林强调 基隆市政府已经在交处成立捷运办公室 希望中央地方一起努力 让基隆捷运早日实现 很感恩中央的政府院长 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跟方式 在我们经过多次的开会 对财务状况没有办法顺利解决的状况 他给我们指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路 那事实上基隆市政府也已经在动了 我们交通处也成立捷运办公室 我们也准备把所有单位财政处 地政处都放进来 所以必须跟各位长官报告 首先谢谢林部长在您任内 给我们做好的一些方向 我们会继续做的 那再一次也谢谢中央的政府院长 真的由您的帮忙 我们才有办法找到一盏明灯 让我们继续努力 让基隆变更好 在基隆市长任内 大力促成基隆捷运案的内政部长 林又昌者提醒基隆市政府 在捷运车站周边生活圈 道路交通规划要尽早完成 内政部会全力协助 从宝藏坑这周边 捷运车的周边 北无独的周边 这个生活圈的道路 现在就必须规划好 然后同步的提出来 因为这个可能会涉及 都市计划要变更 都市计划变更需要时间 所以如果不现在 就搭配了捷运的规划 跟车站的设计案一起做的话 那未来会有问题 根据交通部铁道局方面的规划 基隆捷运如果顺利 在10月获得行政院核定 11月将启动都市变更及工程设计 最快民国121年12月完工通车 记者张启腾采访报道 海洋教育一年一度盛世 全国海洋教育成果观摩会 8月16号在台北市登场 副市长林一华出席开幕式 欢迎各县市推动海洋教育 与会人员到台北交流 也规划了五条路线 包括了蓝色水路 关渡自然公园等 提供各县市与会人员 体验台北不领海的海洋教育特色 新安国小型乐团 演奏电影小美人鱼 歌曲Under the Sea 轻快的旋律为活动揭开序幕 为期三天的全国海洋教育成果观摩会 在台北登场 各县市除了透过年度海洋教育成果展示互动交流 北市也规划五条路线 包括蓝色公路 关渡自然公园等 供各县市与会人员 体验台北不领海的海洋教育特色 的确是呢 我们都知道说 因为台北市虽然不领海 但是我们一样有推动海洋教育 所以也让各县市 因为难得来台北市观摩 也观摩一下我们的特色 不领海的海洋教育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有规划了五个路线 甚至比较重要是我们因为不领海 所以我们的教师的课程规划 课程发展 还有我们相关的老师的智能的提升 变得更加的重要 所以就让我们体会一下 怎么透过元宇宙 或更科技的方法 让我们的孩子 虽然在台北市不领海 一样可以来体会我们的 所谓的海洋教育 所以这个部分呢 怎么样让我们孩子都能够 喜欢海洋 珍惜海洋 这是我们海洋教育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今天很难得可以来当地主的台北市 让各县市一起来观摩 那这边要代表 教育路口教育 感谢我们各县市海洋教育的伙伴们 长期对推动海洋教育的一个贡献跟努力 那我们知道 我们都共同面对同一片海 但是各县市的在地资源 文化素养都不一样 那所以各个县市所呈现出来的海洋教育 都叫海洋教育 但是我相信它的样态风貌 其实是各有不同 各具特色 那让我们的孩子 然后来深化海洋教育的同时 更能够勤进在地 结合在地 这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 能够为我们主办今年的 这个全国海洋教育的一个观摩会 那我们也都知道台北市不靠海 但是却还是能够规划 这么的丰富的一个三天的一个行程 那我们看到这些丰富的行程 其实就是很有信心说 未来我们的伙伴们 在这三天一定能够获得最好的一个收获 那做最好的交流 副市长林一华表示 台北市海洋教育中心 是他在担任台北市教育局长任内成立 虽然台湾四面领海 但民众对于海洋的认知确实不足 因此透过各种议题与教学活动 让孩子体会爱护海洋与生态的重要性 海洋教育中心呢 是我在教育局任内的时候所成立的 那因为大家知道之前因为 比较是因为国防安全的关系 大家比较少去接近海洋 可是现在慢慢的我们海洋都已经解禁了 可是大家要知道海洋资源非常丰富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让孩子了解海洋 不要去制造这个海费 因为其实海洋的垃圾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问题 有队团来说有剪不完的这个海洋的垃圾的部分 那另外相对的资源如何来珍惜它 我觉得这个海洋教育里面都非常重要 甚至我们连营阳午餐 在讲到食鱼教育都可以透过这边来都成为海洋教育一部分 所以其实海洋教育不一定一定要领海 随时在各种课程规划上面都可以来做到 所以这个部分包括说我们也善用我们的河流 像我们有制造独木舟 那也让大家去从河流或现在游泳池上面去滑舟 也让大家体会到其实很多的 不管是海洋上面的一些工具或海洋的一些状况 都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里面 来做相关课程的发展 所以还是要非常谢谢我们非常用心的台北市的老师们 能够不领海而去创造出属于台北市的海洋教育的特色 开幕式更展示台北市将科技融入发展海洋教育 结合虚实整合技术 与现场与会人员进行沉浸式互动 并透过解救海洋生物状况剧 带出对海费与环保永续议题的忠视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50家台南好味 在地店家邀请民众不用大老远跑到台南 就能品尝好滋味 目前现场的话原价1200的十斤纹到我们卖999 然后我们还有柚子干 然后还有最特别的就是我们的月饼 这个月饼呢结合了我们台湾各地的原料 就是农产的原料 包括我的柚子皮 都结合在月饼里面 这个蛮特别 我们的产地在麻豆 而且是很有名的就是昂州的蚊蛋 那在地人都那样的就会知道 那我们的蚊蛋的特色就是会甜会酸会干 那是很有风味的蚊蛋 不会说只是只有甜而已的蚊蛋 那平均现在我采测试的结果 大概平均都有13度以上 是一个蛮好的时间来品尝我们的蚊蛋 我们现在目前的肉干有蜜汁古早味 就是酱油香的 那也有比较特殊的焦码的 它有加花椒 这一次在北部卖的很好 也在园区卖的不错 那也有一个那个黑胡椒的 这个小朋友敢吃 它比较不会辣 然后有胡椒香 那这边的话是泰式的 柠檬味的 那这里有比较特殊的 在天母地区卖的不错的茶余肉干 这是加了花莲的茶余片 下雨做的 那现在目前的话 来台北的话 目前有肉干类的商品的话 就是任选十松一 十六松二的那个优惠活动 每年越来越多的店家参与 你想想看 如果不是反应很好的话 怎么会越来越多家呢 那我们尤其明年是台南400年 从1624到2024 这400年来 我们累积了非常多的文化底蕴 那也期待大家一起来台南 不过还没有来台南之前 你就有机会在台北最厉害的远东搜狗来片尝台南美食了 我们经过严选之后 挑选了50家 那如果反应不错的话 明年还会有更多家 那我们希望说有机会让最优质的台南美食来到最好的通路远东搜狗献给台北市最好的消费者 因此呢我们很期待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台北市的好朋友见面 那也期待明年台南400的时候 不管是台湾灯会 不管是台湾国际篮展 或者是文创博览会等等的设计博览会都在台南举办 欢迎喜欢台南的人一定要来台南 不喜欢台南人 你要来也必须来台南试试看 那但是有一点就需要先订房间 要不然临时找房间 找市长也瞧不动的了 所以欢迎你来台南 活动期间也有许多优惠好康 每日推出精选好物最低3.8折即可轻松购入 还有满额发票抽iPad 饭店住书券及特色物产好礼 凭电子发票可以兑换折价券等诚意折扣 大家知道台南市明年就要进入台南400年 在400年从1624到2024 台南300年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出生 台南500年的时候我们都不在了 所以要好好把握这个历史的里程碑台南400 那明年台南400年我们有相当多的活动 那台湾灯会今年在台北市 明年在台南 台北市创造了这个号称千万人次的这个佳机 我们台南也一定是不遑夺让 在明年2月24日起登 但是除了这个台湾灯会之外呢 我们也举办了台湾国际兰展 是世界三大兰花展之一 是全世界的蝴蝶兰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台湾 台湾的蝴蝶兰有二分之一是来自台南 所以呢我们台南都占全世界的蝴蝶兰六分之一 那有这么多美丽的花有这么多美丽的食物食品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 所以每年那最好的这个台南的府城的美食 就一定要来最好的通路远东搜狗 也要来提供给我们最好第一流的消费者 台北市的好朋友 我非常喜欢台南 台南是一个美丽而迷人的城市 每一年我到台南 我每一年都会去台南开会 每一次到台南开会的时候 我都会到台南的街道和市井当街走一走 台南文化底蕴的迷人 台南文创的这样子的一个 每一年的年年的惊喜都让我流连忘返 跟市场报告 我不仅是我们每一年台南物产美食展的忠实买家 我也是台南亲夫 所以呢对台南有一个很特别的 特别的这个归属感 所以台南展在我们远东搜狗举办 我们一定希望能够把台南最好的 介绍给台北的消费者 我们希望台北的消费者 虽然现在呢 可能没有办法立刻到台南 当地去体会到台南的美好 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推广 台南的美好日常 就到我们远东搜狗中校馆 接下来一直到29号 我们欢迎所有的这个消费者 一起到这边来 体会台南的美好 严选过的 也希望大家一起有机会 吃完了吃饱了 有机会搭个高铁很快 一个多钟头就到台南 现场荒卫者也尝试 制作巧克力龙须糖 将糖椒拉丝 再拉丝包上馅料有模有样 邀请大家也来现场DIY 另外台南特色 沿山造景也搬到展场 让民众仿佛唱完台南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中山分局 防诈宣导团 深入邻里社区 进行反诈骗宣导 趁着轻盈就业博览会 与台北市市长蒋万安 配合台北市劳动局 及台北市就业服务处 举办犯罪预防宣导活动 以寓教娱乐 老校嫌疑的游戏互动方式 提升全民的反诈意识 中山分局女警用亲切温柔的声音 向民众宣导 165反诈骗专线 中山分局防诈宣导团 经常深入邻里社区 进行反诈骗宣导 这回趁着轻盈就业博览会 把握人潮聚集机会 举办犯罪预防宣导活动 让市民朋友可以放心求职 安心就业 中山分局分局长陈金城表示 诈骗集团会用高薪资 福利加免经验及工作轻松 等侦才条件 吸引求职者应征 或以面试民意邀约 再限制人身自由及暴力对待 强迫民众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或人头 或无意间让自己的账户 成为犯罪工具 民众应提高警觉 小心求证 随着毕业季及暑假来临 诈骗集团常借着学生想赚钱的心理 需求进行诈骗 提醒大家在寻找打工机会时 要格外小心 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个人资讯 这些诈骗往往以高薪聘诱 无需经验或低工作强度等诱惑 引诱人们上当受骗 另外如果在工作前 要求先付一笔保证金或定金 或以作战为理由 要求提供营案存折证本或提款卡 这些都是诈骗的增长 应该先核实对方的身份和职位 并要求提供正式的职位描述和合约 透过网上搜寻 与正确的公司联系查证 确认该工作的真实性 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出新 中山破例市将利用各局处 及邻里集会场合及活动 宣导反诈骗观念 教导民众最新的防诈知识 避免成为下一个诈骗受害者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图形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合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合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合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今天来看全国最大的猫咪主题 室内市集的台北苗屋记即将登场 结合动物友善和城市走读两大主题 带领爱猫民众玩遍台北 可爱又疗愈人心的图案 猫咪魅力让人无法挡 2023台北国际猫屋记即将登场 今年活动分为两大系列 跟着猫屋玩台北城市走读 规划四条充满猫咪元素的城市走读路线 另一个系列则是在松山文创园区 举办猫咪文博会有猫屋市集 猫咪草地电影院 还有猫咪工艺任养 满满的猫咪元素 要让猫奴 前猫奴和爱猫人士流连忘返 针对我们台北市 真的做四条不同的路线 在这边猫空 宝藏岩 大稻城 还有我猫甲 我们做这四条路线 这四条路线其实都是 在台北都是非常耳熟能向 而且都跟我们猫咪 其实都还蛮有关系的 这四条路线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的这次活动 不只是导览 城市导览而已 我们还跟台北市 观光巴士 我们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导览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在 大家会都先上观光巴士 我们想想看 就是在这种 四公尺高的这种巴士上面 在整个行道处的这种树贯城 用不一样的高度 去感受台北市的这些特色 然后再透过导览老师 针对这些每一个路径的景点的介绍 然后感受一下 现在台北市 还有过去台北市 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 这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那另外呢 到了目的地之后 我们还会 开始进行我们的这些城市导览 因为我刚刚说过 这四个地方其实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有名 而且非常非常具有历史的价值跟故事 所以说 它整个活动 相信是非常非常精彩 这是我们的导览活动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 9月9号跟9月10号两天 我们有 我们的在 松山文创园区 我们举办了 猫咪文博会 这样的活动 那猫咪文博会 其实就是 邀请这些文创 文创者 一起来 争取他们的新品 在现场做发表 那 因为我们这次猫咪的主题 叫做 妙屋爱分享 就是希望可以把 这些新的东西 然后新的创意 除了跟同一时间 做交流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 它可以跟客户 跟客人之间 有让他们分享 让他们知道说 原来台湾文创产业 或台湾 猫咪相关的东西 有这些新的这些商品 全国最大室内猫咪主题市集 妙屋市集 将集结国内外文创职人 在活动期间 发表猫咪主题新作 或销售最新猫咪相关商品 一次满足爱猫人士 我们猫小孩也可以享受到 跟我们一样的生活的方式 形态之类的 那我们希望 藉由和果子 世界不同 然后给猫小孩待遇 给它不只是 一成不变的生活 而是可以跟着主人 一起去体会事迹 然后生活顶顶滴滴 那在和果子制作的时候 其实人类和果子 会用到大量的糖 那猫小孩 其实不太适合吃糖的 对 所以我们尽量把糖去除掉 缺带之是 我们用鸡精 用马铃薯 用豆沙 给猫小孩 给他们 符合他们的需求 2023台北国际喵屋记 希望透过多元活动 促进人和猫咪的接触与了解 期望人和猫咪都能快乐生活 相关活动内容及报名资讯 可参考妙屋市集粉砖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今年迈向第16年的 公车友善心活动 提供无障碍服务 透过友善与亲切的关怀 让特殊乘客放心搭乘 近期也规划了系列活动 促进驾驶与乘客间的友善互动 轮椅族推营而车的家长 市长族群与行动不便者搭公车时 比大众多了一点点的不便 但多年来透过公车友善性运动 已经让特殊族群搭公车 感受到亲切的服务与关怀 搭乘非常放心 因为我是跑202路线 然后我都每天固定都会在 警安捷律站载到他 然后他都在那个中和庙口下车 然后我都会询问他要到哪里 然后帮他 下那个地理堂 然后帮他载到后面上次 因为虽然他也是电动车 但是还是要遇到安全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我在那个服务到一位市长朋友 在那个松山机场上车 我很担心他会跌倒 所以我就亲自呢 到站牌下面扶他上来 然后呢就很有耐心的带他刷卡 然后扶他到位置上面坐好 那我还询问他说 那你要到哪里下车 那下车的时候 我就多付出了一点耐心 多等了他一下 然后就扶他到站牌下面 然后跟他说呢 你的站牌位置在哪里 那你要小心哦 就是多一份的用心跟付出这样子 多了一项交通兵具可以选择 往往以前我们就是推轮椅 电动轮椅在路上跑 当然以前有所谓的富康巴士 但是富康巴士终究有它的限制 比如说它的数量有所限制 不可能每个人配一台富康巴士 时间也无所限制 就好比我今天来这里参加活动 我不晓得活动大概记得结束 如果富康巴士等下来接我了 我还不得不走 但是有了公车之后 我随时交通举一个电话 我去哪里来干嘛干嘛 我一搭就来过来了 我对我来说是 生活带来相当大的改变 那有了公车提供这样的服务之后 以前没有地利板公车 当然又没有所谓的申诉 那申诉越多我越高兴 表示我们的公车 地利板公车普及 无障碍公车普及才会有申诉 以前都没有申诉表示 那才有问题 没有申诉才有问题 因为都没办法搭乘嘛 但是我还是要跟我报告 还有一个A数大家不知道 其实发生过 美好感恩的故事更多 只是很多人 有申诉的时候 人家会积极提出来 美好的故事不一定会被知道 就像我常常大乘公车 跟驾驶有很多的互动 没有 可是我到了家以后 我有时候 体力还够的时候 我会po在我的粉丝团 可是大多数我都是很累的 回到家就躺在床上不能动 所以有很多故事 其实没有告诉大家 以后我会尽量再贴出来 公车友善性运动迈入第16年 今年着重公车无障碍服务 近期运用新型电动公车 展示轮椅族上下车SOP 让司机随时训练自我 也让轮椅族安心搭乘 也降低事故发生 那这16年来 同仁给我的数字 是说的满意度 到达9% x 55 是满意的 掌声咕咕咕咕咕咕 我们特别感到驾驭 是台北三维国际首都的城市 那公车的服务 可以这样的品质的认定 就是民众的肯定 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光荣 那刚刚看这个标题 安息运转幸福无碍 那我常常 我们做交通的都会认为 我只要把人 从AD到BD载人就好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 是要载着幸福 那我曾经也学会了 一句话叫感恩 感恩与爱 就是我们对公车的驾驶员们 帮我们乘客 有爱的一个服务 一个传递 其实我要呼吁的是 我们乘客对我们公车司机 也要感恩 这才是一个互动才能够 让这个温暖可以 持续长长久久 不管说你的方便性也好 满意度也好 都达到95%以上 哪一个城市可以比得上 比不上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 以上是硬体 我要讲讲软体 软体这16年来 说实在的 我们非常谢谢局长 谢谢交通局 谢谢公车主 谢谢各位同位心境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还有谢谢 特别谢谢靖坚 靖坚有了你们的帮助 那16年来 我们把乘客 跟我们司机的关系 拉得变友善 非常友善 不像以前 我还有车长小姐的时候 那是晚良年 那是很凶的 台北市整个公车的这个环境 我们尽兼有幸 一起来帮助 那当然我们对硬体 我们是没有办法 这个公车硬体怎么改善 我们没有办法 但是软体方面 我们是真的是很有心 我们希望 它是一个 人与人之间 一个善的一个结合 所以 公车友善新运动 我们这个一个结合 那我们这几年来 所做的一些努力 的确是 大家有目共睹 可以从这个满意度来看得到 都达到九十几 九十五等等 那这个一个努力 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 尤其像今年 我们刚刚就想说 其实一般的 我们做的 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了 再往上突破 事实上也有它的瓶颈 但是我们可以做其他的部分 就比如说 像我们这些 这些弱势的 比如说 刚刚我们这几个 做轮椅的 就像我们的总裁 然后还有一些四丈的 还有一些娃娃车的 还有一些老年 这些 就是真正需要我们 特别用心去帮忙 这是一个 友善的提升 而且也是友善的一个 困难度的一个突破 公车友善心运动 今年也规划了系列活动 包括票选最佳人气驾驶 邀请民众来体验驾驶日常 宣导公车无障碍设计等 促进驾驶与乘客的友善互动 三星运船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第34届 船艺金曲奖 入围名单揭晓 今年总共有871件报名 91组优秀创作者 及43件精彩作品入围 而今年度特别奖 是由已故歌载系艺师陈美云 及已故排湾组 古调教育家获得 宣传大使许孝顺化身太空飞行 领航员登台亮相 抢先预告 今年颁奖典礼 将会以壮阔飞行Fly High为主题 打造一场魔幻的感官饗宴 第34届船艺金曲奖 入围名单揭晓 今年总共有871件报名 91组优秀创作者 以及43件精彩作品入围 其中戏曲表演类 报名件数爆量 更是比去年增加了 30% 其实每年的戏曲奖 我们要在不同的剧种之间 去临选 去临选出今天入围 跟最后得奖 就跟刚刚吴老师所说的一样 其实评审都是非常绞尽脑汁的 但是在所有的戏曲的表演里面 其实最终就是 我们戏曲的薪髓 就是唱念作调 就是从以前的演员剧场 一直进到现在一个总和的剧场 我们希望他在编剧的取向上 在剧本的思想上 然后在导演现代剧场的手法上 其实他都能够越来越精致 越来越符合我们当代人的想法 当然我们绝对是要保存传统的 那在今年的 其实历年来的 我们大概今年的 那个入围的里面 因为以团数来讲 应该看起来 是歌仔戏跟布仔戏是最多的 但是我们里面 我们还有买管戏 那我们也有客家戏 所以在全台的所有的剧种的竞争里面 希望每个剧种都能越来越蓬勃 然后越来越勇业参加 所以刚刚我有特别跟我们那个 这个副主任在那边聊天 他说哎呀阿孙阿 找你来齁 其实就让大家看到 如何用生活上面的这种讯息的传递 让更多人走进来 我们先用一个轻松的心情 那既然这是壮阔飞行 我觉得这次的导演 创意的这些大师们 他们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想象空间 让小朋友 让年轻人 让更多的受众面 可以透过许教授的这个欢乐的这个角色 然后呢 大家一起走进来 一起来关心 三十四届传艺金曲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著 把荣耀会给陈美云 今年特别奖由已故歌仔戏议师陈美云 以及已故排湾族鼓调教育家 查马克法拉乌勒获得 另外以往音乐作品奖项归类为出版类 经上届评委研议后调整为音乐类 今年首度更名后 报名建树大约与去年持平 因为现在出版的模式 还有那个承载的这个载体呢 已经改变了 所以后来呢 在去年 就是33届的评审呢 他们有提出来希望能把出版类 改成音乐类 违规给原来就是音乐为主的那个内容 来考量这个项目 所以才称为叫做音乐类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创举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当然 或许大家并不会那么了解 因为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 叫争议最大的 是音乐类的两个项目 一个是作曲奖 一个是编曲奖 因为这两个对一般的 他们在报名的时候 真的是有点没有办法 掌握住这个两个 两个 两个项目的不一样 这做曲奖呢 所有的评审委员呢 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他一定要新的创作 新的创作 那自己创作的技法如何 这留给评审自己才去做考量 但是编曲呢 就不一样了 因为编曲里面 在这次里面呢 我们也发觉到 有好多的参赛 参讲者呢 他们呢 把创作拿来当编曲 也就是说创作里面 比如说他写一个管弦乐曲 管弦乐曲 里边的编曲也好 或者是新创也好 都已经涵盖在创作里面了 所以委员呢 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所谓的编曲奖 一定是有一个继承的一个曲调 已经在那边了 比如说台湾民谣 你已经把不同的族群的民谣 你拿在那边以后 再重新再来做编创 这样才是一个编曲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入围的 这五个项目里边呢 都有具有这样子的一个面向 第三十四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 将于10月7号晚间7点 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盛大举行 要请观众朋友乘着艺术翅膀 一同壮阔飞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与文山区里长的座谈会议 提取新建路桥通往新殿的提案 文山区试院里内核心路44项的提顶步道上 跨越景美西附近就是新殿民权东街大平临捷运站 在地市院里廖青铜里长就不断建议师傅 可以在提顶步道上 兴建人行景观路桥通往对岸 109、110、121 今年1212年 那四年过 提了四年 都没有一个结果 所以难得 柯市长在去年也是有主动说 柯市长说 柯市长做得好 你认识做通通 你来 你来 打个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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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 这个是他第一 但是 他当场指示 指示那个防务市长说 你要分心的是对象 可能会要忙着选举 那也是会过 那这个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 这个赶快来做 因为有关这个案 这个案 我们 在去年的 2月27号 这个 这边的市政座坛 也 大家也有好几位议员 也都一直在关心 那另外 第二点就是 我们3月25 去年3月25号 也是在这里有一个参议室议算 参议室议算 我们试验里提出来 兴建这个景观路桥 那 议会的各的长官 还有委员 都 都非常的同意 而且会后 我又带了几位委员去现场看 那委员说 这个可行 这个可行 再来 第三 事后还经过 民众的 网络条 那个 票嫌 我们还留过第一名 还不做 现在是要等什么时候 这个 尤其是 尤其是 这个 能够 网络投票 最高票 最高票 然后也 双北市的 这个 里面金 恳请 赶快来做 尤其尤其是 新店的益隆城即将开幕 哇 现在这让里面也一直来在讲 一直来在讲 我希望说 希望说 这个 赶快赶快 继续继续 因为我们 说很多人 而且里面也说 这 大概是 政府的关系 还是里面的关系 我在里面 我已经尽力 一直拼 希望 大家有最心愿 里长提到 多年来在里长座谈 和参与室预算 都有此提案 但目前仍未兴建 期盼这次提案 能有所进展 蒋湾就承诺来做 8月16号 跟17号 分别在新北市 还有我们门市 来办理地方说明会 那如果说这个方案提出来 地方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之后 到年底前 会完成可行性的预计 那明年就会开始进行设计 对我来讲 面对问题就解决问题 所以里长这个提案 我觉得合理 所以我们也谢谢 金工部这边 集结跟新北市 我们主动来联系 三次的讨论会堪 今天确定 我们就会来做 年底前 就会完成可行性的预计 接下来让我们有说明会 我想照着程序走 最快明年 我们就可以启动 所以跟里长讲 没有问题 我们来做 接下来就会有一个景观路桥 希望能够造成地方的领域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为了要推动在地学子留在基隆就读高中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举办了一场与市长有约在地升学的座谈会 市长谢国良首度跟校长与国三导师面对面座谈 了解教育第一现场的看法 将会整个界的建议 吸引在地的学子留在基隆就读高中 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和国高中校长以及国三导师的座谈会 主要是市长谢国良相当关心如何让在地的国中毕业学子留在基隆就读高中 透过面对面座谈聆听校长和导师们的想法与建议 去台北他们觉得资源多 然后同才竞争有得竞争 然后视野广 然后也就是说各校之间的串联 不止社团还有学生会 他们会觉得来到台北是一个wonderland 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梦想的地方 就是再加上交通太方便 他这一班车就到了 但交通方面不是罪过 而是就是我们就是容易流到台北 就是啊 就是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 再来加上会有个明星高中的迷思 也就是说我孩子可以上剑谱 我绝对不会让他留在基隆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一个很现实的面的一个问题 像我们学校我觉得对 安中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成绩可能没办法到达那里 那我是不是就会想说 那我就建议他去中山 问题是我过不去啊 我一定要到循环站才能换车过去 但我能跟家长讲说 啊小孩子如果在学校有状况 那你可能会比较方便过去 但这个你不觉得这里有很很 那么多对 然后基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天气不太好 这也是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 小孩就说我忘记带雨伞去台北啦 没关系啊 可是回到你们基隆为什么就下雨 我就不知道 对这是很难克服的一些问题 我们九年级都会办一个全市的高中职升学博览会 在我们学校的活动中心 那我们学校就是各班九年级 就会安排时间下去参观 那所有的高中就在我们学校摆设摊位 这样很棒 但是我会觉得说 时间办得有一点晚了 因为他们已经九年级了 他们已经在会考了 其实他们在心中 可能就已经有自己设定的目标 或许可以在更早的时候 就让七年级八年级的学生 也有机会参加高中职的升学博览会 让他们更早知道说 我们有这么棒的基隆在地的高中高职 那一般来说会有这种犹豫的大概就是 他会考成绩可能在20分到30分之间 他才会去思考说 那我到底是要留在基隆还是要去台北 那我就觉得可以做出一些 比较明确的资料 就是说 我们留在 留在这个基隆的孩子 他会考成绩如何 那三年后他的表现是如何 跟去台北的孩子的状况相比的话 那用这种比较明确的数据去告诉家长说 留在基隆 你的小孩子有很大的机会 会比去台北未来三年表现更好 那我觉得主要是要说服家长 老师给了一个回馈是 他自己带的孩子 带的那一届 一个学生在安中 一个学生在建中 后来他们两个相遇在台大的研究所 所以其实 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说其实要数据给家长看 对 这是我 收集到的一些想法 刚刚会中真的提到很多很好的建议 包括交通 我们自己以为说在地升学 有时候是对学生的交通 是节省时间方面 可是我们刚刚就听到很多例子 其实在道轮方面念书的孩子 五轮国中 在定内国中 定内国中 其实原来 跑到基隆的几个高中去升学 对他们来说反而比台北更远 反而比瑞芳更远 那这个跟我们一路去的想象也不太一样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硬体设备 我觉得硬体设备 还是可以比较快就可以改善 那重点是 这个 有些软体 包括师资啊 环境啊 课程啊 还有一些跟 国内外大学的一个连结 就是历程 学生历程 这个反而需要更多的一些精神 不过 我觉得我大来月有个方向 我大概知道 最起码我们一定会做一些 比较大的改变 然后 不这样 没办法去争取 孩子让他在地升高中 那做了以后 能不能有效果 那我们就 要来随时 动态的来评估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 要听听 大家的心声 然后 好好去聆听之后 移出 适合的一个政策对应 希望能够有效的提升 让在地的孩子 初中毕业后 能够继续留在基隆升学 升高中 市长谢国良说 感谢所有师长 对基隆教育的支持和关心 市府将会整宝贵的建议 来逐步推动 期待透过各界的努力 达成在地学子 留在基隆 就读高中的目标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集房及非法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用时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 侵权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农历六月的最后一天 今年轮值主朴的郭氏宗清慧 在开机老大公庙 举行起灯脚开灯仪式 三千多盏的葡萄公灯 照亮夜空 为中原季活动揭开序幕 倒数结束三千盏的葡萄公灯 同时点亮 至今169年历史 基隆最大规模的民间庆典 基隆中原季开灯夜宇室 在慈禧彼落的炮竹声中正式展开 象征引领好兄弟来到阳间 今天就是在老大公庙 举行开灯仪式 就是中原季的序幕开始 为什么要开灯仪式 就是我们要迎接老大公 来到人甘收 我们的佣人和共用 来人甘吃佛事 老大公庙的庙幕就是 一家月的家庙 来这里我们用这个顶 来点这个顶 去迎接 去照顾 跟老大说照顾 让我们佣人 大家安静乐业 我都会来 每年都有来拜 还有做莲花 保佑大家平安 拜了几年 很多人 这求什么 求平安 四月顺利 三千盏 普渡公灯 同时点亮 基隆老大公庙 四周灯火通明 包括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同志伟 和地方明代 都力临共襄盛举 疫情期间 的确这个活动 很少人知道了 那这回我们文化局长 也办了很多的宣传 我相信 盛中追悦 在基隆永远不会磨灭 大家都会知道 基隆有最棒的 全台湾最好的中原季 个新中青会 在我们基隆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文化组成的 一个力量 我想我们的科医 我们的文化传承 都要靠中青会 继续来 大家一起来推动 所以我们希望 个新中青会 都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 共同来参与 让我们基隆 非常年度盛事 可以继续推广下去 我想大家都知道 每年农历七月 家家户户 各个大街小巷 所有的社区 都会祭拜普渡 这就是我们基隆 重要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民意代表 都非常的重视 所以未来 我们希望可以 有更多的年轻人 共同来参与以外 我们也希望 可以把我们的文化 發揚光大 让大家都可以看到 基隆港都的 山海之美 大家平安 我们今年的主要特色 有主灯 就是我们郭子怡祖先的主灯 还有一些 相关的采接活动 游行活动 矿水灯 还有珠湖坛的 科医活动等等 那我们的主题 最主要也是秉承着 传承互救中原普渡 創新向上 民俗技術的 这个精神 来办这个中原季 希望可以 风调雨顺 平平安安 今天很荣幸 可以参加我们 郭氏中庆会 这一次点灯的活动 那我们原则上 15年轮一次 在15年前 我们也 我先生 杨时辰 也有参与 那很快 一下子 15年又到了 那 就这个中原普渡 是我们基隆市的一个大使 一个文化民俗很久了 那 再借这个中原普渡啊 我希望 我们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普渡公灯同时点亮 象征引领阴间的好兄弟 通往阳间道路 接受人们一整个月的 香火供奉 记者 黄少敏 基隆报道 而在这一场老大公庙 起灯脚开灯仪式中 副市长邱佩玲指出 老大公庙的入口匾额 就是他父亲邱创焕 34年前担任台湾省主席时写的 他觉得特别有缘分 相信父亲在天之灵 也一定很开心 让中原季活动圆满顺利 卢谷喧天 武龙武师 热闹非凡 基隆中原季 每年农历6月29号 在基隆开机老大公庙 举行开灯夜仪式 3 2 1 1 1 副市长邱佩玲 与文化局长江廷梅 名政处长张元祥 出席点灯仪式 巧合的是 开机老大公庙入门的匾额 是父亲邱创焕在民国78年 出任台湾省主席所提的字 首次出席活动 能走过父亲走的路 让邱佩玲相当感动 第一次参加 最主要是老大公庙前面的四个字 是我父亲在省主席的时候写的 我觉得特别有缘分 而且很感恩 我觉得这么重大的日子 我父亲一定跟我在一起的 看到他的字呈现 我在这里参加这个仪式 希望这一切都顺利圆满 副市长邱佩玲表示 一年度的基隆中原季正式展开 从农历6月29号的开灯夜 到7月1日的开开门 接下来祖谱坛开灯 迎接水灯头 即放水灯仪式 任劳非凡 欢迎台湾民众一起来参加这项盛事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齐单脚仪式后 紧接着就是开开门活动 一样在老大公庙举行 由轮职祖谱的郭信中心会 农历职委郭庆全 与副市长邱佩玲 和议长佟梓委等人 共同开启开门 欢迎好兄弟来到阳间接受民间供养 农历7月初一 基隆中原季开开门仪式 在开机老大公庙隆重举行 在焚香驻岛后 庙方将装有登记簿和钥匙的锦盒 交给副市长邱佩玲 再由副市长转交给郭信中心会主委 写下开开门的时辰 等时辰一到 郭信中心会主委郭庆全 跟副市长邱佩玲 及议长佟梓委等人 共同开启开门 欢迎好兄弟来到阳间 接受民间的供养 基隆中原季传承第169年 在农历7月1号的这天 由基隆市老大公庙 举行开开门的仪式 今年的轮值主谱 是国信中心会 那今天来到老大公庙 就是要开开门 让好兄弟呢 能够好好出去玩 然后好好吃普度的祭品 那也要记得7月30要回来老大公庙 守护着并祈福 我们今年能够风调雨顺 平平安安 为谁祝福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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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今年非常榮幸代表基隆市議會來參加我們老大公廟的開刊門儀式 盛中追遠 敬天禮地 就是我們基隆從昨天晚上開燈業到今天的這個開刊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科儀 今年由郭姓中興會來祖譜 我們來祈求郭姓中興會一整個月的祖譜月可以平安健康 也祈求市民拜拜 市民順心如意 這是我們重要的一個文化傳承 其實前兩年我們同姓中興會來祖譜的時候 非常的忙碌 所以我想我可以非常體會這個郭姓中興會在一整個月接下來的這個辛苦 那我想也祈求我們各位中興可以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想文化的傳承是我們中興會的這個力量 是我們基隆非常重要的一個傳統 那我們基隆市議會 我跟鄭文廷 立委候選人 無法家議員 還有我們全體的議員都可以共同來跟大家一起來努力 整個開刊門的儀式相當隆重 府會貴賓雲集 包括立委參選人及多位市議員 和各姓市宗清會都到場共同參與 許多民眾也虔誠準備貢品到場祭拜 大家都希望在老大公的保佑下 基隆封條與順 國泰民安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李亮傑 基隆報導 再來是意外消息 今天有一間客運行使礦工醫院時 不限壯上民宅的伸縮遮雨棚 造成車後門整片玻璃碎裂 座椅也被刺破 狀況慘不忍睹 事故現場地板上全都是玻璃碎片 而客運後門卻撞出一個大洞 連座椅都被刺破 海綿全都掉出來 這起意外發生在15日晚間 基隆暖暖區這輛七八七客運 在行津八堵礦工醫院時 因為司機沒有算準好距離 直接撞上民宅外的遮雨棚 當下鐵架自穿 後車門剝離 還有一名乘客受傷 他就說不用塞這座路 塞太久了 太久了 就去搞到 彭博串在車底 客運前進本市的水源路 插撞到民宅伸縮遮雨棚 導致遮雨棚毀損 穿到客運內部傷及62歲的婦人 抵達現場時 婦人右肩疼痛意識清楚 立即送往長庚醫院 沒有設命危險 原來是一名新手司機上路 因為路況不熟 才會導致這起意外 鎖心車上其他乘客並沒有大礙 後續 客運業者恐怕要負起賠償責任 記者黃宋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回到中家新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